第三名的陳柏緣 他接受的是我們真心的我們劉嘉鴻的挑戰 陳柏緣一個失誤騎上土堆 無人關 無人關競爭 我拋大家一拳 比賽史上頭一招 無人關拳手超越了第三名 太誇張了 在比賽最後一拳 無人關第一名的姿態超越了 慧琪舉起 準備要起跑了 是 紅旗還沒退場 被別擠 各位燒彎目中 是紅旗即將退場 我們的慧琪即將 會下起跑 率先衝出的是我們的目中無人關搶下的第一彎 緊接的是我們的姜品傑 竟然是我們的陳柏緣搶到第三位 不是我們的記鐘號現在跑在第三位 智慧變速箱 是我們主辦人的記鐘號現在跑在第三位啊 反而我們的劉嘉鴻落到第五位去了 剛才起跑有點失誤 不過無人關 真的很快 真的很快 馬上帶著他43秒的優勢 瞬間就拉開了差距 其實這種新生代的拳手 都要接受這種車種轉換訓練 可是他轉換相當的快啊 畢竟他有實力 所以他有辦法在各個組別之間 各個車種之間 快速的適應 然後做出 而且都做出這麼優秀 主要是他練得也相當的勤 對啊 這種拳手未來才有發展性 你不能侷限在一個車種上面 相當的厲害 他轉換檔車好像也沒花多久的時間 沒錯 跟在後面是我們的江品傑 這間是我們的陳柏源 不過我以為今年會有小阿路來參賽 結果 結果現在反而沒有 是今年反而 想說最熱門的進口車款 結果反而 反而是冷門車來參賽 對 Yamaha跟Honda 可以看到我們無人寬選手 毫無懸念獨走 屌甩後面 四十三秒的 差距就是在這裡了 來到三號彎角 我們無人寬選手 騎乘全原廠的R15 幾乎全原廠的R15 有改個管跟輪胎啊 對啊 感覺無路很小 但是真的是車手實力了 轉換真的速度相當快 他還是騎蘇克達騎家 尤其可以觀察這五六年來 或是四十年來 其實台灣很多騎擋車很厲害的圈手 其實他們從蘇克達開始的 沒錯 我們無人寬選手 又跑出了43.659的成績 馬上才兩圈而已 馬上就做出了43秒的成績 真的是目中無人 照這個成績下去 等等就要套圈了 我可以預期現在看起來的差距而言 應該在第三第四圈左右 不過我們無人寬選手 似乎也沒放慢速度 我們江秉潔選手 已經落後了超過三個彎角 那我們剛剛陳柏遠選手 不小心走了一波圖 不過看起來車輛是沒有問題 果然 圖路就是我的外線 外線中的外線 沒錯 沒錯 那我們目前目中無人寬 又來到了第三個彎角 似乎沒有要放慢的意思 他今天是不是想套大家兩圈 對 沒錯 這個心態真的很不可許 因為排頭排 沒有超到車 就要超慢車來督小 好歹讓新來的人 有點參與的快趕 第四圈 第四圈而已 就已經追到最後一台了 比賽才剛過三分之一 他就已經準備要套圈了 前方即將套圈的是我們的田俊雄選手 騎乘的是我們的FGR 人目中無人寬即將超越我們的田俊雄選手 這個線相當的不得了 他最後一名還想把人家改出去 沒有 他應該是要Lock 可是他沒有想到無人寬已經貼很近了 所以我說大家下場之前 車手簡報要好好聽 有時候也是在場上的敏感度不足 他沒有想到後車來的時間比他快 不要害怕 走自己的線 後車自己會有辦法 他剛剛其實有想讓 可是看出來 就是無人寬沒有想到他居然在那個地方讓 差點把無人寬開出去 嚇死人了 不過我們目中無人寬選手成功解決了這是危機 無人寬應該在最後幾圈也會再遇到他一次 即將套第二圈 我覺得這場比賽可能會套他兩次 不過我們無人寬選手似乎有點放慢腳步了 沒錯 然後接下來後面我們江秉潔應該也放慢腳步了 接下來接受挑戰的是第三名的陳柏妍 他接受的是我們的真心跟我們劉嘉鴻的挑戰 陳柏妍一個失誤起上土堆 讓我們的真心超越了 陳柏妍選手有沒有機會追回來了 後面三台庫隆 應該三台都庫隆 庫隆大戰 國產最強的大戰 進入五號彎 進入六號彎腳陳柏妍有沒有機會呢 就在剛剛一個不小心的失誤 就跟頒獎台說再見 不過他這是第二次騎上土路了 我昨天騎這台車的時候 其實他的懸吊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的穩健 對 所以出彎的時候只能選擇收友 而且陳柏妍可能也沒有想到就是 真心選手這麼兇悍 對 而且距離這麼近 我來看看我們的目中五人寬 現在已經準備到大家一圈了 對 沒錯 排第三位依然是我們的真心 現在是陳柏妍 接下來是我們的劉佳鴻 而且後面真心慢慢把跟陳柏妍的差距拉開了 而且後面的劉佳鴻又追上來了 陳柏妍能不能守住第四名啊 而我們的無人寬 就要跟這些慢車進行對抗了 無人寬已經要套圈 已經要套圈第二集團了 太誇張了 還讓不讓人玩啊 他無人寬 目前要套圈第三名了 已經要追上第三名的集團了 各位可以明顯看到無人寬的車速是真的相當的快 比賽史上頭一招 第一名即將要追上第三名 套所有人一圈 沒錯 這是一個國小數學的問答題 你是第一名 你追過第三名 你現在是第幾名 沒錯 他還是第一名 沒有錯 不過我們無人寬選手現在來到三號彎角 似乎又放慢了一點點 沒錯沒錯 他可能要留給第三名一點面子 是是是 不過有機會 無人寬如果對前方第二集團發動攻勢的話 第二集團的排位大洗牌也是很可觀的 我覺得第二集團可能在互相等對方失誤 你看看我們的 我們的陳柏遠選手正在等在前方真心的失誤 無人寬選手已經套最後一名兩次了 比賽進入最後的幾圈了 剩下最後三圈 剩下最後兩圈了 其實剩下兩圈因為無人寬騎太快了 太快了 你的不給人家玩 無人寬選手會不會在最後兩圈超越第三名呢 目前無人寬選手已經追上了第二集團 第二集團 追上了第二集團 也就是即將成功的甩大家 無人寬經過了YAMAHA看牌 進入第六彎 無人寬選手追上了第二集團 即將來到連續一彎 要來到大直線了 我覺得在一號彎角有機會做超越 對沒錯我覺得無人寬選手可能超越 不過說著說著我們陳柏妍選手超過了我們真心選手啊 最後一圈 比賽進入最後一圈 最後一圈 無人寬選手即將超越我們的 比賽史上頭一招 第一名要追過第三名了 無人寬選手 會不會超越陳柏妍呢 會不會超越我們的甩心 喔 喔 喔 正心一個超越 在這第三名 無人寬 無人寬 無人寬不給他當第三名 無人寬 無人寬 無人寬進入超越了 我套大家一圈 比賽史上頭一招 無人寬 無人寬 超越了第三名 太誇張了 在比賽最後一圈 無人寬 無人寬 第一名 姿態超越了第三名 目中無人寬 成功躲下第一名 陳柏妍恭喜拿下第三名 恭喜我們陳柏妍拿下第三名啊 我們真心選手之後發生了一點小失誤 陳柏妍拿下是被套一圈的第三名 是是是是 比賽史上頭一招 擺個C組就是這麼精采 過後一圈的第三名 是是是 一樣可以上頒獎台 一樣可以上頒獎台 沒有問題 樣式 經典